最後如果我今天把這邊跑完之後 那當然他會不斷不斷去把它一個一個下載 然後這個程式基本上就大概改那個剛剛講的幾個地方 但是呢下載完之後呢 可能還有幾個地方需要帶改進的 哪些地方呢?第一個 你往下捲動的話你會發現 重複了有沒有?再往下有沒有?又重這個 所以會多這個啦 當然你下載完之後你第一個要命就是你要怎麼樣快速的把它刪掉 因為這些東西都在 底下還有 所以呢我只需要留下一個 其他底下的欄位名稱那些列都要刪掉 可是呢你要怎麼樣快速刪掉那些列 欸刪除列的方法有沒有快速刪 當然你不是手動刪啦 不然你可能還要花人工一直捲動 看到刪看到刪 如果每次下載完就要刪那不能浪費時間嗎? 所以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OK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可能他要解決什麼問題 這邊有六個號碼 可是他把它放在一個儲存格 好像不太對 應該怎麼樣 把它放到 六個才對 所以基本上特別號不用 主要是這個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把它放到 乾脆放到後面這六個 然後把這個把它刪掉就好了 所以也許啊如果假如 我要把它放過去的話 你可以一 游標也許放在貝注這邊 把它改成一到六 一二三四五六個號碼 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二的話呢把這邊跑過來 把這一欄刪掉 那怎麼樣把這一些 這六個號碼 變到這邊來呢 當然你可以自己寫程式啦 如果你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包哥沒用過 資料裡面有個什麼 資料剖析 如果你不會寫這個程式 你會 至少會錄製聚集吧 你就把它 做過一遍 然後錄製成聚集 以後就只出呼叫那個聚集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幫你跑完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樣 一 什麼 游標放D1 然後呢 Ctrl鍵按住 這個可能要Ctrl鍵按住 拉過來 二的話呢 游標再放回到 那個B2 記得你要跑的地方才選 你不是說整籃選 整籃選是錯誤的 從B2 向下整個選 Ctrl去的向下 記得要選我是蠻建議你要記一個快速 Ctrl Shiver向下 這個是快速選到最下面的意思 當然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這樣選 可以啦 可是這樣會怎麼樣 慢慢來吧 可能你看到它到了時候你可能又過頭了 過頭又要再拉 永遠又過頭了 每天 真的累了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 這樣感覺很不專業 記得喔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ps按住 向下 你們去考證招 以色列應該都會這一招吧 如果不會的話 可能這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就是 資料剖C 然後剖的時候 是分隔符號 下一步 然後跟他講再逗點 然後按下一步 跟他講說放到哪裡 放到D2 目標儲存個按完成 他說 把它覆蓋過去 再把這一欄 刪除掉 OK 最後其實你可以 再把這些欄寬 快點兩下 最是欄寬 這為什麼 對 因為底下可能有一些 那個這個還沒刪掉 如果刪掉的話 整個就是欄寬會變OK 那當然最後如果你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做完的版本 就是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那個 刪除列 資料剖析 用code 因為如果你做好一個sub 你可以code它就好 你不用說把它搬到這邊來 因為不然搬到這邊來呢 其實會太冗長 所以最後做完直接執行 下載完之後 幫我刪掉不要的 並且 資料剖析 並且自動調整欄寬 馬上看到 有沒有 這樣感覺就 很棒 OK 每天就按一下 甚至後面呢 報表 比如老闆要的報表 你可以順便 寫個程式 自動產生報表 老闆要的 視覺化報表 你也可以順便把它畫完 你可以 再把資料 丟到那個樞紐分析表裡面 分析完的結果 在樞紐分析圖 順便產生一下 我要幾個圖 幾類型的圖 你幾個報表 自動就產生完畢了 所以你每天其實你工作都已經做完了 每天其實 Stand by the night 但是你不能讓老闆知道你做完了 在最後一刻的時候 應該是說 他覺得你應該要給他的時間點 你給他了 這樣就OK了 剩下的時間我想應該老闆不會為難你 反正你就可以 自己在 做一些 持續練功 把你自己 就是 專業技能再強大一點 未來說真的 如果你專業技能夠強大 真的你在 職場上面 真的 可以是有一件 接近於無敵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老闆也不敢動你 因為你應該 不應該有遇過這種人 就是他其實他什麼都他寫的 什麼都他弄的 其他人也不太懂 老闆也沒辦法為難他 別人可能講 他的壞話老闆也沒辦法 怎麼可能把他file掉 把他file掉公司就會產生危機了 OK 不過前提是 人家已經夠強了 那這個當然你就是要 先做一點事情 然後 讓老闆依賴你 然後慢慢 我想你就可以允許愈求了 這當然是這樣想 不過老闆也不是吃醋的 這個地方怎麼做 三個 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怎麼樣把那個 資料刪除掉 所以第一個 這個我們主意來看 當然特別注意 刪除列 我這邊先不執行 我先把它註解一下 註解跟不註解 在那個拍檔上有那個 Ctrl加斜線 在VBA裡面 特別注意 按右鍵這邊有個什麼 編輯工具列 這邊就可以註解 跟不註解 這個可能要學一下 因為不會的話 你可能 就是自己要手動去 加那個單引號 其實蠻麻煩 會這個還蠻方便的 我以前都是手動 我以前怎麼加 真的就是用單引號 這有點不太 以前真的就是 一個一個慢慢這樣加 現在會的話 其實就選它 有沒有 按下這邊 按下這邊 來就OK了 這個工具列 這個你們有用過嗎 按右鍵 編輯 好那再來的話 刪除列 比如說我今天下載完之後 我剛剛有第一個問題先解決 如何快速刪除列 那其實 特別注意 刪除列 你可能還要再學習一個物件 叫列物件 列的話呢 叫Row S Rows 有沒有 你會發現 Sales 也會加S Shits 也會加S Row的話呢 也會加Row 加S 那Rows Rows 那刪除的話特別注意喔 我是建議以後你要刪除的話 請你怎麼樣 由下 往上刪 不要由上往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現在假設 我們跑回圈 跑到這邊的話 102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那102呢 會不見 可是呢 會把 103 它會地補上來 那會有個問題說 如果你是正向回圈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再找到103 可是103已經跑到102了 那怎麼辦 你還要減1 可是 如果另外一個方向說 如果你今天是由下往上喔 那比如說我103 102 刪掉之後 我再來就101嘛 我把它刪掉的話 會不會影響 也不會影響 101不會動 OK 所以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建議你學會所謂的反向回圈 那刪除的話 特別注意 第一個 我直接就是在底下 先產生一個sub 重寫 那怎麼寫呢 第一個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做什麼 刪除列 確定 接下來的話 我反向刪 反向的話 就是for i 等於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好像前面有打過 range 從A1幫我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種寫法其實還蠻簡潔的 end 前刮弧 向下是xl 但 的那個列 意思就是最下面一列 到 哪一個呢 其實我們只要往上 最上面那個不能刪 因為 最上面藍2 所以到多少 到2就好了 1的話 可能 那個要留下來 nest 然後做一個邏輯判 如果什麼呢 我那個儲權格裡面的 sales 裡面的什麼呢 第幾列第i列 的 A欄好了 假設A欄裡面呢 它有一個共通性什麼呢 如果這裡面的資料是 等於哪兩個字 日期 有沒有 就是日期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日期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空白 如果空白你可能要 也要把那個空白抓進來 日期的話 那做什麼呢 把它刪除 那刪除的話就是 這邊的話 那在Python是冒號啦 不過vba是zen zen 然後 先打endif 因為習慣這個要先打 有時候忘記 因為 在Python裡面不用打 vba要打 那把那一列刪掉的話 就roll 加s rolls 那一列 哪一列 第i列 dn 什麼呢 就列車 這樣就ok了 成日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看同意思吧 從最下面一列 到 那個第2列 如果它裡面的 資料 A欄裡面的資料是日期的話 就幫我把那一列刪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這邊設中段點 因為這樣 跑可能會太快 直接執勤 然後執勤這個 一個 停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我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 這邊設一個中段點 表示它要刪之前 我先確定一下 不過你會不會 奇怪怎麼不動 我忘了一件事 這邊要加s step 反向的話 記得 如果你是從 小到大 那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是 大的到小的話 記得要什麼 step加一個-1 ok 在python裡面 豆點後面加就好 可是vbs加在這裡 不然的話 它變成說 它最下面一個跑完 下一個沒有了 沒有動靜 所以我剛剛漏掉這個 step-1 然後執勤看看 這個時候已經 找到了 第幾列 1516 看一下1516 看這會向下 1516 1516是不是 是 沒錯 就它了 ok 那幫我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 它就這一行 1516 這一行 找到這個 1516 Delete 按058 刪掉了 那1516 刪掉它底下地步 可是不影響我1515的 這個 所以往下 再繼續找 找到了 ok 1415 所以往上 1415 1415是不是 是 所以你會發現 繼續再找到 找到繼續刪掉 意思類推 所以讓它全部跑完之後 那列的部分呢 就全部刪關光 那將來當然你可以 再到你的主程式裡面 直接再用call的方法 前面加個call call 刪除列 這樣它就是什麼 下載完之後 自動幫你把那些列都刪掉了 ok 所以 這個部分就完工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把它做資料剖析 不過資料剖析可能要用錄製的 我剛剛的動作 可能你就是 再參考一下啦 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上面有貼 資料剖析的動作 1 游標放在 D1 然後編號部分 我是用 按Ctrl鍵拉過去的 所以 1 我用錄製的 1 游標放這邊 所以 1游標放這邊 2的話呢 輸入1 然後再 按Ctrl鍵 向右拉 把這個 拉過來 1到6 然後再做 這個 Ctrl鍵向下 然後選舉之後的話 剖析啦 所以這邊 就等於是 資料剖析用錄製去 然後呢 把程式一樣放在哪裡 放在下方好了 當然它原來可能會 另外幫你開個 Mardule 你可以把它撿到這邊來 再來的話就是把 這邊用call的方法 call 資料剖析 它就ok了 最後的話呢 自動調整欄寬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這一行其實 可以稍微記一下 如果以後呢 你要把欄寬 做調整的話 那你可能要多學一個 物件名稱 叫欄 欄就column Column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column 那因為是複數 所以S column 點 自動調的欄寬 Auto 有沒有 Fit 自動調整欄寬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說這邊全部做完之後 看到的結果 就會 讓人家覺得 不錯 很滿意 因為它幾乎所有的事情 一件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如果以後你的工作裡面有很多類似的東西 那你就盡量就把它全部做成 一件完成 那你就可以 很快的把這個部分 你就帶過去 剩下時間 你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後面的話呢 除了下載 網路資料之外 再來就是 把後面 刪除多餘的列 再來資料剖析 自動調整欄寬 全部做完的話 那基本上 這個資料呢 就是完整 那剩下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統計呢 歷年來 1到49號 哪個號碼開出來最多 哪個機率最高 然後前七名 最高的前七個號碼是哪七個號碼 這樣的話呢 可能今天下課的話如果經過投訴站 或許就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算一下 順便 如果你假設被你拆中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 無後顧之憂了 就可以開始享受人生了 開始規劃你的旅程了 所以說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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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